你好 我是Joyce 中国驻马大使馆宣布 中国政府决定对大马人实施免签政策 凡是持有普通护照的大马公民 前往中国经商、旅游观光、探亲以及过境不超过15天 可以办理免签入境 这项措施宣布后 将大大省去了亲自申请签证及扫描指纹的麻烦 只要买张机票便可轻松到中国观光游玩 然而准备去中国旅游的民众 在选择出游日期时应该要避开中国的公共假期 以免碰着旅游景点人满为患的窘境 根据中国政府所公布的2024年节假日表来看 明年共有7个长假期 分别落在1月元旦周末廉假 2月8天的春节假期 4月3天的清明节假期 5月5天的劳动节假期 6月端午节周末廉假 9月中秋节三天假期 以及10月7天的中国国庆节假期 大马人去中国旅游免签15天措施的生效期 为期1年直到明年11月30号 至于早前已经获得发出中国签证的马来西亚公民 所持有的签证继续有效 而已经受理的签证申请将正常审查 另外计划明年到泰国旅游的民众要留意了 泰国机场公司宣布明年4月1号开始 将会调高6座机场的机场离境税 谢谢收看 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